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丽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期许国会能够更透明更进步 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 跟我也相关 因为是女性要不要当兵这个议题 好 我们会说 现在目前为止对我们国家来说 当兵是男性要尽的义务 不过最近也有个讨论说 女性其实是不是也应该 让他们去服义务役 或者是也一起投入当兵的行列呢 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分析了 我们现在欢迎今天几位来宾 首先是资深的军事记者吴明杰 大家好 接着我们欢迎是立法委员钟嘉宾 大家好 接着欢迎的是台大社会系的 副教授范云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最后欢迎的是 前台大研究生协会的会长周芷轩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这个电视上面会显示一个图表 是今天立法院的这个状况 几个委员会 未还委员会审查健保法 终身纳保的部分 蓝律令委对于终身 法律上的身份意见分歧 最后全案送朝野协商 而另外有报载印尼渔工 在台湾的远洋渔船上面过世了 身前疑似遭到虐待 有立委担心就会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 影响到新南向政策的推动 要求农委会要深入调查 就是今天立法院几个委员会的情况 接着我们就来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了 同样我们继续看大电视 荧幕上面秀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是宪法规定的内容 主要是因为前几个月 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平台上 就有人提一个案子 他会说呢 其实是不是应该要修改兵役法 让女生也能够当兵 因为现在兵役法只规定男生的兵役义务 这是不是违宪呢 我们就来看宪法怎么规定的 宪法有规定到第七条 说中华民国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种族等等 在法律上都平等的 第20条就说 人民依照法律要有服兵役的义务 所以就有人说啦 既然是这样讲话 哪有什么男生女生的问题 但是其实还真的有一个视线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的图表 大法官释字第490号 针对这样的议题 有说到了 鉴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 跟因为这样的差异 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功能角色的不同 男子服兵役的义务跟宪法 其实里面的保障并没有抵触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 现在法条项面的相关内容 不过再指贴在社会上面 还是引起了广大的讨论 今天我们要先来问两位女性的来宾 首先是教授 对于大家说女生也能够去当兵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蛮多女性在服役了 只是说要扩大到全部女生 也能够去服役物役 这是你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很多人说 就是说女性主义者不是反战吗 那你们到底怎么看 就是女生要不要当兵这个部分 我想先从就是说 如果是募兵的话 那跟真兵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募兵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那这个工作机会 当然有报效国家的部分 可是有一个部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的可能性 那就工作的话 它其实本来就应该性别平等 那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台湾其实也有 就是说女性这样的选择 那全世界非常多的 就是募兵的国家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 那其实军中女性的机会 现在很多的争议是说 你为什么开放某些职位给女性 某些职位不能上 那你看到非常多跟宪法 跟有关的官司女性都在争取 其实是在募兵的过程中 那过去有些国家会让女性 不能坐战斗的位置 或者不能上潜水艇 或者不能去 就是说当那个pilot飞行员 后来都一一开放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如果是从一个募兵的角度 它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跟报效国家的机会 本来就应该要让女人 有平等的机会 而且应该要尽可能降低 就是说包括军中可能会发生的 性骚扰性轻这一类的事情 就跟职场上国家有责任 要降低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从征兵的角度来讲 就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刚刚讲到 女性主义很多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是反战 但反战不代表你未战 那特别是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旁边就有那个大国 就是说在欺凌我们 可能随时对我们要攻击的时候 我想就好像女生 就是说我们病状不喜欢使用暴力 可是我们是会鼓励小女孩去学 空手道柔道 我们要防御嘛 那从防御来讲的话 我觉得台湾面临到一个 也许我们待会会谈到 就是说要不要走一个 回复一个征兵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征兵的话 那女性其实 她也应该要跟男生一样 有这样一个公民的一个义务 而且就是说台湾也应该 同时要进行国军的改造 我想之前洪中秋案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到 这里面非常的腐败 那在这样情况下 通常一般女生就不会想要 到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威权 那我想就是如果谈征兵的话 那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国军做改造 然后呢 那女性也跟男生一样 就像宪法当所讲的 她其实就应该有一个 就说让女性也有一样 跟男性的公民一样 一个敬义务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其实对性别平等的文化 也是有帮助的 那非常多就是男性 可能从小比较阴柔 那也有很多女性 其实她比较阳刚 而且军队中有非常多 不同的工作的项目 就是说战斗的准备 是需要不同的能力跟气质的 甚至就是说 一些比较创造性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就是说 不同的气质的工作 我觉得应该是 看每一个个别的差异 它适合做什么工作 所以我想不管是从 募兵做一个工作机会 或者是说征兵做一个 公民的义务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的做法 都应该要更开放去思考 每一个人之间 就他的权力义务 跟他的可能性 子学你刚才说 在今天在PTT上面 有广大的网友们 在讨论这个话题吗 是 其实这个话题 讨论蛮久啊 就每次只要谈到 女性主义的任何事情 其实网友就会说 你如果要谈女性主义 应该要先来吵 女人要不要当兵的 这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嘛 兵役法第一条 就是说男子 有这个服兵役的义务 那他其实就是排聚了女生 那所以其实每次网路上 在讨论女性主义的任何话题 其实当兵 这件事情都会被提出来 对 但是有的时候很有趣 最开始的理由是说 女人在生理上面 不太适合从军 或者是像这一次的那个 国发会的案子 那国防部的复义 也是说使用这个 四字490号 那四字490号里面就是说 男女因为生理上面的差异 所以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 这边有显示出来 对 但是我想不管是就女性主义 或者是现在比较性别平等的看法 我们都不太同意说 因为生理上面的差别 所以要有社会功能的差异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要讲男女有生理上的差异 我们今天就是当兵 又不是要练举重 就它并不是一个 要到体能的极限的事情啊 那比如说拿步枪这类的事情 其实是透过体能训练 是可以达成的 那很有趣的是 我自己因为可能年纪的关系 我身边蛮多人现在正在当兵的 你说女性吗 没有 男生啦 我身边的男生很多 就是不得已 现在被抓去当兵的这样子 那他们就会发现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其实跑3000公尺 或者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现在也蛮多男生 因为大家都坐在电脑前面嘛 坐久了 其实是坐不太到的 那要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才有可能达到 对 那这件事情 其实就证明了说 目前现在军队里面的体能 操练可能不完全 跟身体有这么大的关系 跟大家平常的生活习惯 有比较大的关系 对 然后还有 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标题是说 女人在军中 就是可能被质疑是花瓶嘛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 刚刚的那个画面的话 其实很有趣喔 就里面你可以看到 男人穿的军服 跟女人穿的军服 是很明显不一样的 那女人穿的军服是裙子 那这个时候就要讨论到 那女人在军队里面 为什么常常会被认为是花瓶 常常会被认为是 做比较内务 跟不用劳动的角色 其实从制服的设计 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对男人跟女人 在军队里面的期待不一样啊 各位如果穿过裙子就知道 我想现在男生女生 可能都穿过裙子啊 你穿过裙子就知道 裙子绝对不是一个 会方便行动 或者是打仗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的制服 就是这样设计 那其实从体制上面 我们就对女人 在军中的期待就是不一样的 好 我当然要来问问看 当过兵的人嘛 女生我们这边都没有当过兵啊 我们可能要聘一下男生 男生才会知道说 真的说 进到军队里面 是什么样的训练嘛 那么 当然有人说 这个四字490号 这样写说 生理上的差异 女生当然不能接受啊 我们也可以去跑3000 也可以干嘛 但事实上 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明杰先好了 我 好 不要讲得太严肃了 是 谈那个服役的经验 嗯 刚才有提到说 因为的确啦 现在年轻人就是说 现在很多因为网络嘛 资讯发达很多人的确 就是都是很多宅男啊 对 那就我自己过去经验也是一样 我们 我过去也是因为这个求学 念研究所念得很辛苦 日夜颠倒 那身体状况其实也不是很好 那输于这个所谓运动 那后来当然我们EU1嘛 EU1我也是两年 这个我是预官啦 后来就补一年十个月 进去的时候刚开始的确是很难适应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如果回过头来看 以我到二十年后的年纪 我会觉得那一段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就身心上面的发展 但心理上你要调试 嗯 你进去军中 你那样的环境 的确所有的人 这个男生啦 刚进去绝对都是不能适应 嗯 那身体上的这个所谓的断念 其实很快的这个 因为做习正常 然后再这样运动等等之类的 事实上我 我如果事后来看我对我自己我会觉得是 不是只有说这个国防上的这个价值啊 嗯 就说你对于你自己个人的身心的发展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这是我个人 但是有的人他退伍的经验 可能不是这样子 对 那只是回过头来要谈说女性的 到底要不要所谓加入所谓政兵 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完全尊重 嗯 那我觉得目前的状况 其实呃某个程度 我想国军有在进步 嗯 又跟跟随所谓世界各国 包括美军啦 英军他们的脚步 就是说我们现在呃 就我印象中 我们现在已经有女性的飞观 嗯 那我过去我们军事采访的时候 我还曾经搭过女飞观 开的这个13栋 是13栋运输机 我们也把生命都交给他 我很放心 嗯 我觉得表现都很好 另外我们的阿帕契直升机 其实有女飞观 嗯 所以飞观其实栽培了很多 以前的确早年比较保守 嗯 就是所谓呃 只能开运输机不能开战机 那未来其实不久之后 也许战机的飞观就会出现了 嗯 那另外最辛苦的就是陆战队 我印象中陆战队也出现过女性的营长 嗯 那这个代表说女性在某些能力上面 其实有些人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所以呃 这些已经算是都是比较特殊 或比较辛苦的这些所谓的 军中所谓官科 嗯 那在作战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 比例已经越来越提升了 嗯 我讲一个简单的数据 这是国防部的数据 那从这数据来看 那我们当然会等一下可以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目前 国军来讲 以将官员儿来讲 目前是这个是比较少 只有一名 一名国安局的这个女性的少将 那过去的冠例一向 都一位退伍 然后再接着一位 就是到目前为止 他应该是第七位而已 第七位 那 你说女生的将军嘛 对那早期 嗯 大部分是医科出身的 军医的 政战的 那作战官科的 曾经有一位是 以前是资讯作战的 嗯 才会真少将 他是比较罕见 他是熟悉这个资电作战 嗯 但是还是没有真正战斗官科的 对 美军他先前已经有所谓的上将 嗯 作战官科的上将 那他们当然是走了比较前面 那我们这部分 将官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 採检之后的将官员大概292名 那这比例当然来讲相对是蛮低的 另外校官的部分大概有1044名 嗯 那卫官2653 其他大概就是女兵 大概有将近15000多位 全部加起来大概18000多人 占整个国军的比例大概13% 嗯 那这是从过去几年 其实他有在提升的 我记得大概是五六年前 那时候大概只有占7%到8的这个比例 那现在这几年下来 其实女性从军的这个比例 越来越高 人事有越来越多啦 那我原来你的看法咧 我觉得我们把很多观念都混在一起谈 对 那刚刚范教授已经先讲很清楚的破题 就是如果军人作为一种职业 嗯 那其实在性别工作平等上 嗯 其实女性当然可以从事军人这个职业 但是在军人这个职业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职种或职务或职缺 那么依着它的需要 我们可以以实际来应征着 它能达到的能力 而非性别来做取舍 我是觉得这目前啊 应该逐渐的在接近 那今天的议题呢 在说女性要不要当兵 当兵喔 这是我们代用这兵啊 那它是叫服兵役 但是服兵役在目前我们的兵役法里面呢 它存在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你说什么叫做兵役 这个又很值得争议 兵役 兵这个意思 役呢 役是一个义务劳动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啊 每一个时期呢 政府都有要求人民要服劳役 或者各种的役 就是公共服务的意思啦 那这种公共服务呢 如果是兵 就是要作战嘛 对不对 但你去看兵役法喔 兵役法当中的第四章 有个替代役 那替代役是什么 替代役是兵吗 不是啊 替代役不是在从事作战啊 所以你会发现说 就连我目前的兵役法 它虽然规定 我国男子有依法律 服兵役的这样 憲法是说 我国国民有依法律 服兵役之义务 那我们憲法也规定 人民有依法律 纳税之义务啊 那有没有每个都纳税 没有啊 因为什么依法律嘛 所以你的能力 可以维持自己生活之外 还有余贡献 就缴税嘛 如果我能力 自谋生物都不足了 我当然就没有缴税 所以你会发现 憲法所规定的义务 它基本上 是一个使者的平等 也就是说 我们人 这个国家 有国民组成的时候 你有这个能力来缴税 你就有缴税的义务 你有这个能力 来服兵役 就有服兵役的义务 但是呢 我们兵役法呢 很特别的 它特别加个男子 那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问一下 那女子服役是一种 实然 因然上的必要 还是实然上的需要 我们其实在兵役法当中 看了很多 其实兵役法目前 我们在说什么 征募并行 未来以募兵为主 其实呢 都没有打破 目前我国的国民 还是依照兵役法 尤其是男性 还是要服役 不完全因为我们的军队 都以职业军人为主之外 我们的国民男性 还是要服兵役 这个可能大家有误会 说我们107年之后啊 男生就不用当兵了 错 还是 只是那时候你的呢 你叫做 那时候呢 你叫做这个 限役跟军事训练 目前的限役啊 它在我们兵役法第18条 它规定 虽然限役呢 在16条是规定要当一年 你的军事训练是四个月 但是呢 在18条规定说 如果国家因为兵援过剩 你可以提前退伍 所以目前国防部说 107年男生 都可以不用当兵的 意思是说 你只要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在军事训练时间第16条之一 你是视同现役军人 他也暗藏著说 除了这四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外 你接下来就不用再赢服役 是因为兵援不需要 是不需要的关系 那不需要你就提前的 就是退伍 退伍之后呢 你就不是现役军人了 所以我这样讲 大家可能听得很复杂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还要回到一个提案来 就是刚刚的 我们没有提的就是 台湾目前到底的兵援需求 是多少 我这边喔 有一个案 有一个说明喔 在目前我们的金石案啊 国军金石案之前 我们有40万兵力 叫金金案呢 就要降到27万 到了金翠案是21.5万 未来的永固案 甚至要降到17到19万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了 以前台湾号称百万雄狮 甚至60万大军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 大家来盘算一下 为什么过去在我们兵援 要在40万的时候 要全面的征兵 我们目前的逸宁喔 是从19岁开始到36岁 所以这18年的当中呢 我去统计一下 以目前的台湾人口来讲 19岁到36岁的男性 有313万人 女性是301万人 那313万意思是说 如果目前我们维持 跟过去一样 当两年兵 那表示呢 这313万 有九分之一人在当兵 那九分之一是多少呢 就是因为你说18年嘛 18年我在20到22岁 那当两年嘛 所以从19岁到36岁 我这18年的男性的生涯当中 这一群310万人当中 都有九分之一的人在当兵 就是那两年的人在当兵 就是二十 十九二十岁的人在当兵 好 那么这九分之一是多少呢 九分之一换算过来 大概35万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国家过去 在我们国家的国防武装的部队 需要40万的时候 我们扣掉了职业军人 我们大概几乎啊 所有这些一男 都要去当兵 少数因为体位条件 兵等体位 物等体位之外 你都要去服役 那现在为什么男性 可以改服替代役 不是因为说 我们现在呢 这个男生太多 人口太多 不是我们现在人口越来越少啊 是怎么样 是国家有意思的把我们 国防武力部队降到了目前呢 降到了大概是 二十一点五万 那未来甚至要降到十七点十九 但是为什么卡住了呢 因为觉得只靠十九万的兵力啊 可能没有办法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 所以开始有人开始提到说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征兵制 改成都以募兵的职业军人为主 你能够维持一个十九万的常备兵力吗 如果你用十九万来算 表示说我们原来的这些男生 本来是九分之一嘛 你差不多人口啊 要百分之五的成年男性 要以军人为职业 你告诉我 哪一个国家职业军人 可以在全他的工作人口当中 有百分之五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口 可以以军人为职业的 不只是没有那么多人有医院 国家也养不起 所以话说回来我们只去看 为什么很多国家 他是全面征兵甚至不分男女 为什么 因为他们国家经过盘算之后 当他们国家维持一定 原额的国防武力的时候 甚至人口较少像挪威 他都必须要男女都必须去服役 只是说在服役的过程当中 可能因着每个国民 他的体力体能状况的不同 可能多数的女性 会被分配在后勤部队 但是也没有排除少数的女性 因为体能条件可以 他可以到战斗兵科 那这个都是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一个取舍 所以我说与其去讨论 女性现在要不要当兵 不如去讨论 目前我们国家 需要多少的国军的元额 再来换算我们目前的人口 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真的有一天 我们真的是男生用的都不够 还有女生进来去服役 才能够维持我们部队的规模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就算我们不算这个人数 还是说希望能够让女性 就是讨论是说让女性也要去当兵嘛 那如果你说让女性当兵 目前女性如果当兵可以啊 兵力法那个男子改成国民就好 但是你会发现 那实务上我们部队 现在因为我们自己把元额降下来 我们连男生都不需要那么多了 更何况这些女生 连部队都没有他的位置了 会变成什么 服替代役 因为现在过多的男 那个艺男啊 是这样改服替代役啊 不是因为他的体位跟家庭因素而已 是因为部队告诉你说 我现在不需要你们这么多的元额 我只需要这么少的元额 所以多出来的呢 你就改服替代役 那如果连现代的 艺名男子都过剩 以国家的部队需求都过剩 女生来当兵 也是把你放去当替代役啊 所以现在不是问你要不要问题 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 这才轮不到女生当兵啦 是这样 我想这其实这是一个 台湾的国防需要好好的讨论的问题 就是那个洪仲秋让大家看到军队 非常非常需要改革 而且那是威权时代的军队 我们现在是个民主国家 那军队是不是就 第一个刚刚钟嘉宾讲的 我们的国防需要怎么防御 对 需要多少人 那真的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 然后但是我们又有大敌在旁边 我们需要个怎么样的一个国防跟防御力量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那未来就是小英政府这四年 或者是八年中 我觉得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思考的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征兵制嘉宾有讲到 中立委讲到 等一下我们下一盘要来讲 征兵的 那我再把它举个例子 对不起讲完一下 就其实以色列 挪威 布利维亚 北韩 那都是女性要服役的 那当然就是说 台湾要走哪个方向 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 其实我觉得 以色列跟挪威的例子 挪威现在并没有强低在旁边 那可是以色列的例子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蛮 可以去思考的 他为什么在一开始 都觉得男女要服役 而且是一个全民 一个公民兵的概念 不是一个 我们过去那种民族主义 为了就是说 那样子一个想法 而是公民的义务 那这个跟就是 我们怎么去看待 这个国防力量有关 那我想不管是就是 征兵或是募兵 我的想法还是一样 就是说 不管它是个公民的义务 或者是一个女性的 男女的工作机会 其实女人都应该要有 一起去承担 谢谢 那我同意刚刚老师说的 因为其实 大家都知道 现在台湾的军事体制 其实有很多 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 所以不管 作为一个台湾人 或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就虽然我们认为 女人也应该要受 比如说基本的军事训练 基本的军事训练 也要参与这个过程 但是我想现在更重要 我们更严肃要讨论的问题 是台湾的国防 到底需要多少人 需要多少资源 然后我们要花多少力气 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那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我觉得 不一定是完全冲突的 因为我们如果 比如说最后的讨论 是我们要朝项目兵制的方向发展 那我们的国民 或是所有台湾人 还是可以接受 基本的相关的知识的训练 那也不一定是用 现在的体制的方法 因为像刚刚的讨论 比较像是基于现在的体制 那我想应该大家都有共识 目前的体制 就已经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了 好 那边要先休息一下 都会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从女性要不要 服役物役 直接讨论到说 台湾的兵役制度 是不是要调整 事实上呢 部长 国防部长已经讲了 他说呢 107年开始就不再征兵 能够做到吗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马政府时代启动推动的全募兵制 确定在延后 陆军的外岛 主战部队 海军的舰艇 及陆战队等单位的兵力 仍然没有满足国家 及国防安全的需求 本部将于106年持续征集 82年次含以前的一南9600元 其中国防部是8400元 海巡署是1000元 及国安局的200元 国防部以兵员不足为由 将在征召9600名一南 民国82年当年度 以及82年以前出生的一南 首当其冲 需要入营服役一年 而83年之后出生的一南 继续维持4个月的 常备兵军事训练 但全募兵制 从2008年马政府上台后 抛出2014年全募兵制上路 2009年首度跳票 宣布准备不及 而延后一年到2015年上路 但2013年的9月 又宣布要延后到2017年元旦实施 到了2015年再宣布 民国82年次一南 征召期要延长一年 时隔一年再变调 直接宣布 82年次出生的一南 通通得当兵 好我要先教明杰 其实采访这么久军事的新闻啦 跳票这么多次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最主要是你的 募兵的人数不够 那没有预期中的有这么多人 想要来当所谓的自愿役的士兵 我先讲一下延续刚刚委员谈的 其实如果就我个人来讲 我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是反对 可以所谓的推行全募兵制 因为台湾第一个人力上跟资源上 预算上都不足 我拿几个国家来做比较 全世界所谓推动募兵 自愿役成功的 算是相对成功的几个国家 美国不讲美国部队规模太大 150万人 我举几个就是军队的规模跟台湾相近 事实上我们现在都还号称有21.5万 但实际上我们的 其实军中有很多所谓叫 这个维持元额啦 这个编制元额啦 我们现在实际元额 其实只有大概将近17 8万左右 实际的兵力 那以18万来讲 那像英国 英国来讲 他的兵力规模19万 德国18万 法国22万 那日本的智慧队友将近24万 但是如果我们单看 好像这样的部队规模都差不多 但是我们如果去比较一下说 这些国家他们的人口数有多少 他们的义奶有多少 你看像日本最简单 最近的日本他一亿两千万人 他们的人口将近我们五倍多 但是我们要招募到相同的兵力 所以就是说我们 就像刚刚委员讲的 我们其实我们等于说五个人 里面要有一个人就是去 去当所谓的职业军人 那他们不需要有这么高的比例 那其他你包括法国英国 其实都是 虽然他们人口可能法国英国人 稍微比较少 就是将近也都两到三倍的人口 所以他们的义南的资源 是相对比较充足的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兵力 就是义南可以来募集 另外国防预算来讲 那更不要讲 我们国防预算现在平均来 近二十年来平均 大概将近都是三千亿上下 但是你看看日本的 他的国防预算1.36兆 将近是我们的四倍 四倍多 那其他的包括德国英国法国 也都是一兆多 都是我们的好几倍 也就是说 他们比我们的预算多 有钱 那他的士兵的待遇 就可以比你好 那你第一个你的薪资待遇 等等之类的 你的诱因可能也不够 那人力上也不足的时候 你要去推动这所谓的募兵制 相对来讲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那他你每年可能要随着招募的状况 譬如说经济景气好的时候 就没有人要当兵了 那这几年为什么 好像说107年就可以 这个所谓取消所谓征兵制 当然其实征兵还是存在的 军事训练役 那个是一个 可能部长没有讲得太清楚 但是为什么会 有这样 现在好像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是因为这几年相对来讲 社会上的工作 对年轻人来讲 去选择去当兵 一个月可以领三万多四万多 可能比找其他工作好 但是你这个不是一个常态 他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这个整个经济情况 会上上下下的 所以你的兵源就会不稳定 那兵源不稳定的时候 你未来的很多作战任务 你可能这几年 有人可以来操作这些武器 过几年这些人不来了 所以相对过去的征兵制 征兵他的兵源是稳定的 那疫情这个固定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会对于国防战力的这个延续跟这个保持 我觉得会比较少的那么多变数 所以整体来讲 我过去其实到现在 包括现在当然我们知道民进党政府 王部长有这样的宣布就是表示说 我们的确是征兵制要告一个段落 我们未来要所谓进入募兵制的阶段了 但是也许还有其他讨论空间 我觉得其实国防的这个大政还是要好好的这个 我就要问中委员啦 这有可能会再跳票一次吗 我觉得其实目前不管是不是采用全募兵 作为我们国军的主要兵源 其实兵役法是仍然存在 宪法国民服兵役的衣物也一样存在 只是说它的形态上 变成是一个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你以为你就没有在当兵 你是参加一个战斗营 比较长的战斗营的事件而已 以为是这样子 而且说这个军事训练的来的人 他不会成为我们部队主要负责战备的主体 那以全部的职业军人来充当我们 国军备战的战备主体的话 刚刚其实也谈到了 我们多大的国家规模 跟我们相对应的国防需求 这有一定的比例 那如果说台湾设定自己的国防规模 目前我们是大概目前是21万5 它的目前边线比大概只有9成 大概17万5 那未来我们真的要降到17万或18万 假设我们是这个国防规模 我们如果认为我们的国防需求18万 那跟我们兵源 就是军队规模差不多的国家 你刚刚讲的英国法国日本 都是8000万到1亿以上 那换言之 如果说以适合当职业军人的年龄 人口来计算 我刚已经算过了 台湾这个年龄的人口的男子 才313万 如果5%的人来当兵 只能拿到15万的兵员 那另外可能差的那3万 可能从女生来 女生也大概300万左右 那表示什么 1%的女性要当兵 职业军人 我们在问一件事情 以目前台湾的人口规模 你要有适合年龄的男性 10个100个有5个 就1%要当职业军人 女性每100个 就要一个去当职业军人 你要提供多少的待遇 才能吸引这些人 抛弃或放弃一下工作 来做这件事情 那国家要花多少的预算 来维持这样的兵力呢 所以其实从国家的人口规模 从国防的需求 再考量到国家的经济能力 坦白说 很多包括现役的将领 我们私下在谈 他说 2000多万规模的国家以下 如果有台湾这样的国防 有假想敌的这样的情况 不搞征兵是没办法的 你全部用职业军人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募不及嘛 没有办法募集到那么多的人嘛 所以呢我是觉得 那如果说真的 我们国家真的有够钱 那么有够多人要当职业军人 那到底目前宪法规定的兵役 是不是让女生女子也可以来参与 就是国民要参与的话 那我刚刚讲到了 那么他可能到 按照目前的现行法不动 你就去参加什么 替代役 那替代役有很多种 替代不定是在部队里面 我们现在消防替代役 什么教育替代役也很多 那可能女子服役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什么 长期照护替代役啊 那也是一种啊 那你说国家需不需要呢 那就回复到把兵役 变成是一个役的本质 就是国家需要的公共服务的劳动力 从人民付出一定的期间的青春 他来回馈来做 那这也何妨啊 因为我是觉得整个国家的社会的需求 他必须透过有人 必须在他的国民的生涯当中 拿出一定的年限 来投入公共服务的劳动劳务服务 那这个就是义的概念 投入公共服务也是维持一种社会稳定 严格来说 我们应该也算是保家卫国的一种嘛 我当然同意啊 我想就是说 其实原本会有这个替代役的精神 当时那个 减席接立委那个时候开始推动 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 公民服务的一个精神在 只是说他不能被滥用去四海游龙兼锅贴之类的 那我想就是 接着刚刚那个中立委所讲的 就是我们在思考 征兵跟募兵 除了去想就是我们需要多少兵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征兵跟募兵制 对全民的一个影响 因为如果看那个募兵的结果 譬如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其实就是有色人种 然后家境比较差的 他因为看到这个军队的 就是潜在的福利 包括就是说将来教育免费等等的话 他选择了 那就是说 那对我们来讲 美国并没有一个就是说独立的问题嘛 那我才想说如果我们今天台湾社会想要脱离中国 想要有一个独立的未来的话 你看所有经历过独立的国家的历史 就是没有人把这个最重要可能会牺牲的事情 花钱交别人来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觉得一定要有人 如果觉得当兵不是一件好事 可能战争发生有人会牺牲的话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可以用钱 买别人的牺牲 而且这可能是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说也许不知道是谁 就是说比较穷或者是说原住民等等 他们来帮大家做这件事情 我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再回来看就是说 常常讲以色列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当时全国只有80万人 那他需要多少力量 只能用百分之几来算吗 他现在有800万人口 那他的服役是男生三年女生两年 那你如果说以色列这是一个特例 他是一直都有一个外敌环绕 可是你看很多看起来没有敌人的国家 瑞士中立国 他也是公民义务役 然后丹麦芬兰挪威 人家经济实力比我们强 难道没有钱去做募兵吗 他还是公民的义务役 所以就是一个公民的 据说军队的精神 所以我想第一个 我们国家的军队真的要改革 因为目前国军的状态 很多女生觉得那好可怕 进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女生不会主动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如果国军改革之后 就是说而且有民调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年轻人都不想当兵 然后募兵是好事 其实中研院社会所做的民调 就是20岁以上的年轻人 有6成觉得应该恢复征兵制 然后30岁以上是更高 7成觉得应该要恢复征兵制 所以台湾的民众是有觉得 这件事情是重要 多数人觉得它是一个义务 而且对台湾来讲 我们不能够随便抛弃它 所以我觉得当初就走向莫兵制 其实说实在 并没有经过全民认真的讨论 是有一点点太草率 那我觉得当然前提是说 如果我们在过去 那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然后就是说大家都会嘲笑说 如果中共打过来 国军一定是先阵亡 我想我们没有办法 从那个角度来思考 重点不是说 有多少人在那边守着 而是有一天 就是说如果它想要吃下你的时候 你全民有一种精神能够防御 就是说其实 刚刚讲到那个以色列 根据那个国防专家 吴亦农的研究 其实新加坡 在它独立要建国的时候 它的强敌也是很强大 那他们的 当时的总理 就是特别去以色列学习 然后他的一个理论 就是毒虾理论 我今天就是恐吓你不敢来 如果你一旦来的时候 我全民是有办法防御的 那你吃不下我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 有相当多的人受过这个训练 而且我们有防御的信心 而不是说 那个少少的百分之多少的军种 一旦被打了之后 我们就吓坏了 我想就是说 那不是台湾能够的一个防御方式 更何况这个武器 还掌握在美国手中 它如果像川普一样 就交易出去了 那我们不就束手就擒吗 所以我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跟中国 协商台湾的未来的话 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协商的一个 防御的力量 你展现说 我不怕你恐吓 那我想就是说 如果台湾想要有政治自主性的话 其实军队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怎么去思考国防 然后从防御的角度 跟公民社会的关系 全民国防嘛 还有我们国军的实际的 那个职的素质 对对对 也需要大改革真的 目前募兵制就是没有办法成功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目前体制 我们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还有过去在我们社会里面 可能对当兵的人 也不是这么友善 觉得可能是 你在社会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条件 或者是 以前有句话说 好难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之类的 好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们在文化 或是体制里面 其实对当兵这件事情 都不太友善 那当然在这种不友善的情况底下 大家会不愿意 不愿意去当兵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检讨募兵制 其实你要先去检讨说 这个社会里面 是不是本身就存在着 对当兵这件事情不友善 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是刚刚有提到说 现在少子化嘛 那如果我们的军队的原额 是用人口的比例去算的话 那其实 应该是会逐渐降低 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到底怎么算出来说 我们需要 这么多的军人 就这个比例到底怎么算的 那如果未来人口越来越少 是不是 如果等比例来讲 我们是其实会下降的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刚刚 我觉得听起来一个部分是 如果全部男女都增兵的话 就人太多嘛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兵 那如果要墓兵的话 我们又没有那么多人想当 那是不是其实可能 有一个中间的方法 就是不 接下来要改成四个月嘛 那就不要四个月啊 那再更少一点 但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加入 这样子是不是算下来 整体而言 就是变更少了 就两边并行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也会觉得 这是个好方法嘛 本来喔 我们的兵役法当中 都始终存在着这个弹性 那其实呢 当开始那个领导人 政治领导人 他开始意识到 要用志愿意的职业军人 做我们国防的主力的时候 他事实上就应该很清楚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把国军的原额往下降 但是在兵役法里面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16条之一 这个大概是在马政武时期呢 包括16条 16条之一 44条 这些条文呢 他其实都给你有个弹性 所以四个月的军事基本训练 他后面蕴含着 你在兵员过剩的情况之下 就是为什么刚刚范教授说 这个事情 严格来讲 没有真正经过完整的讨论 是因为这些法条在修改的时候 他都没有预设说 是全募兵的情况 他的预设 他的设定在是 仍然维持征兵的情况之下 让怎样透过时间的缩短 让你征来的兵 其实呢 有征兵之名 而无征兵之实 然后呢 我部队的主干 完完全全用职业军人来充当 达到实质上 我虽然有被征兵 但是我只有去受军事训练 但是呢 我不是在那边 在部队里面拿着枪 捍卫我们的疆土 完全不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 今天我们认真要来讨论的 不只是 男女在兵役上的义务差别而已 真要谈的是说 到底我们真的是不是在 要全募兵 以职业军人来做我们国防的主力 这个课题 社会有去想过说 我们负担得起吗 找得到那么多人吗 这个问题没有被好好讨论 而是在历次的修法当中 用一些政策 含混的带过 所以为什么 因为立法上没有强制责任要求 才会可以一再的延 一再的跳票 如果说法律明定 那你说延后实施 那个全面不再征集 那是违法的 那现在是怎样 还是征集啊 因为法律本来就要求 你持续的征集啊 是你征集来 你是服多少 是一年 还是未来是四个月 所以那107年的 暂缓延后实施 服四个月的 做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只是把你的议期做调整而已 严格来讲呢 这都是有一点投机取巧 不是真正严肃去面对 征募并行 到底我们国家的国防需求 人民的义务在哪里 没有认真去讨论 好我们要在那边先休息一下 等我们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立法院 有什么要特别关注的议题 明天院会要针对公平会的人事案表决 另外朝野协商住宅法的修正案 还有中央政府附属单位的预算案 好我们延续刚刚提到的议题就是 全募兵制有没有可能做到 看起来其实实际上要做很难 因为这几年我们都看到了 这个进度不容易推展 那么我要问的是明杰了 现在有人就说 募兵制的 有没有一些改良的方案 包括小英总统 他也有曾经在选举的时候提过 致愿意的后备制度 或者是易南受训四个月 就去下部队等等的一些改良方案 或者是什么方式 能够让我们尽可能推动募兵 再顺利一些 我记得过去监察院有监委 针对是不是适合台湾 是不是适合推动募兵 就做了一个很深度的访查 这个调查 那找了很多的过去的参谋总长 历任参谋总长 官方部长 我记得过去的参谋总长 霍首页 他就讲说 这个推动募兵制只有三个条件 那三个条件就是money 第二个条件还是money 第三个条件还是money 就是他这个言下之意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很多国军将领也都晓得 这样的制度不容易这个推行 有很多的挑战 那我在讲另外一个就是说 蛮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现在募兵之后 当然现在因为 刚刚在谈说所谓的 我们现在需要多少的兵力 这个兵力规模要多大 这几年在从早年的50万大军 慢慢缩减 当然中间有一些因素是因为说 现在的现代战争 他的武器走向高科技 那所以像包括我们的金马前线外岛 很多的兵力都裁减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说目前的一些武器的发展 你就可以透过所谓火力替代兵力的方式 比如说以前一个据点 你要一个连的兵力来守 现在可能因为武器比较高科技 你一个牌或甚至一个班就可以来守 所以的确不用那么大规模的兵力 来这个所谓整个负责整个台湾的防卫 但是整个我是觉得这个兵力规模 过去汉光演习也曾经 我们汉光演习有电脑兵推 那其实大家也在问说 那我们到底需要多少 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事实上过去他们透过电脑的兵推的计算 才算出现在最少最少还是需要 这个将近二十万的这个兵力规模 那过去曾经为了要推动所谓的募兵制 有一度因为担心募不到兵 就想要把兵力规模往下再压 过去甚至马政府时代的高华柱部长 他甚至有思考过说 是不是要减少到所谓十三万到十四万 但后来就是所谓刚刚委员提的 那个叫永固案 那为什么现在民进党上台之后 并没有再推这个案子 因为发现如果是降到十三十四万 是在防卫上是不足够的 所以你现在还是必须要维持 我想最少的底线大概就将近是十七万到十八万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几年当然国防部他们为了招募 那放宽了很多标准 其实如果你去看你会觉得蛮有趣 譬如说以前当兵 你如果要这个考志愿役 不能有刺青 那他现在放宽了 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在手臂 四肢上面有明显刺青 你就可以来报考 甚至身高上面有限 以前也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以前是一百六十公分以上 那他现在放宽到一百五十公分 你就可以来服役 那理由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武器操作是做的就可以了 所以身高没有关系 那上限的放宽更是让大家 大家觉得不可惜 就是放宽到两百公分 两百公分 现在也可以来当兵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是他也看到说 在正常的这一个艺难的状况下面 愿意来服役的 意愿的确是相对不高 所以你变成说你要去放宽的很多的标准 然后扩大你的这一个兵源 然后才能够找到一定的这个原额 所以这样子放宽之后 我不能说刺青或者是说身高体重等等因素 会影响你的战力 但是相较之下 你如果我们过去在走征兵制的这过程中 其实你随便找一个退役的军官将领来说 他们其实过去认为义务役的兵源 素质当然是高低都有 但是高素质的有机会进来 所以很多这个长官喜欢找高素质的 比如说大学毕业的 这个研究所毕业的来帮忙 那他们会觉得这些人 还是可以负责军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 那其他当然有技术性质的 因为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 所以他有很多条件包括你最简单的火房煮饭 我们募兵之后现在都要外包 战绍战绍未来可能都会走向就交给保全公司 因为你的成本来讲你去请一个兵 譬如说给他三万四万 然后你要去他站大门只负责站大门 所以这个未来可能很多的任务上面 我觉得在我们的防卫的能力上面 会因为这些种种的这个放宽条件 或这个一大堆的外包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能力上可能会有点影响 完全没有军队的经验 然后他也没有身旁的这个当兵的网络 所以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到底美国要不要卷入一个战争 那跟整个国家可能每一家都有人可能会被 征兵的那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墓兵制 特别是我们又跟美国的这种国力是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到底怎么看待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几个指标 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国防跟防御这件事情 还有军队跟公民社会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威权还是民主国家 因为过去是我们无法抵抗 然后有人就想办法想要逃掉 那现在这个国家如果是我们的 然后防御是我们共同要的 而不是我莫名其妙要举入一个共产党 国民党的那个战争 那个东西就是说 或者我被日本人就征召 那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就是说公民的义务 跟他是威权跟民主国家不同 那第三个就是性别平等的议题 那你可以看到就在这几个面向上 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 他们选择站在哪里 比如说瑞士 其实瑞士我们刚讲他有义务欲 可是他因为性别平等其实是比较慢的 他们的女性一直在1970年之后才有投票权 这跟很多的国家比起来是很慢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在男女当兵这个部分 做得非常慢 做得非常少 可是我刚讲的就是说挪威或者是说 像以色列 他们其实就是兼具这几个条件 那以色列比较有趣的是说 他还把教育跟创新的精神放在军队 他们觉得整个国家军队不是要服从 像我们一直以为军队是要服从 那他们的是说要先好好的辩论之后 我们确定哪个方向 我们才听从指挥 这跟我们从以前觉得说长官的指令就算是错的 我也是要错到底 我们那种威权文化才有红中秋的事情 那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的替代医的精神 有一部分人认为说他如果有宗教信仰 或者就是完全不能杀生的话 准许他可以去服替代医 那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多元跟包容的文化 可是还是一种公民义务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去学习其他的国家的经验 从刚刚那几个指标来看 台湾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制度 子萱 我觉得刚刚有趣的事情是可能讲到说 四个月还是不太够用 然后就回应刚刚老师讲的说 现在我们对军队的想像可能是服从 比如说去当兵就会有朋友跟我说啊 重点为什么要这样子摆水壶呢 是因为要先把你变成一张白纸 然后你才可以好好学军队里面该学的东西 这其实还是基于服从这件事情嘛 所以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去讨论说 我们的军队到底想要呃 呃呈现什么样的样子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 比如说好啊熊 熊三飞弹的操演过程 我们相信呢绝对是要精密的不断的操练 但是有些事情比如说好水壶跟棉被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有必要花那么多力气在这件事情上面吗 那这其实也是可以重新讨论的 那如果我们的军队都只还是用服从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四个月的训练不够啊 以前都要当更久啊 像我爸爸实在可能要当两三年啊 对他们以前当然是更严格的训练嘛 但是我们时代在改变 现代战争的形态也很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我们要小心的应该是按钮不要乱按 而不是棉被我们要折好这个问题吧 我最后要跟你问的是说 其实大家说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当兵 或对军人有不好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当然国军也许有一些弊病 然后还有管理的问题 是不是都要一并来做检讨 我这样讲 刚刚范教授举了很多美国的例子 但是不要忽略了 美国他在军官养成交易的过分是多元的 很多军事学校他的毕业生是被企业所网罗 而且很多的大学毕业军官团 他是可以加入到部队里面当领导干部 那可能他在有一些差异上是在 比如说基层的士兵 他可能会比较偏向于经济弱势的族群 的确有 他有他的弊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军队呢 之所以相较于其他的国家的反省跟开明相当多 也是在于他的军队的领导干部 那话说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们男生当兵就是当米酬 没有用大陆军主义 可是整个从去犯反省 有些人是具重要性的不能当兵 不愿意当兵我们发了替代意 现在整个变成说大家都不要当兵 这反而会是一个矫枉过正 严格来讲目前这样的兵力需